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心理资商所创办人 周慕之老师 欢迎周慕之 哈喽 童文杰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慕之老师哦 今天要跟我们来聊的是分离焦虑哦 那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话题是从 先要恭喜你啦 就是呢 周慕之老师在静好听 推出的Podcast 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那在第一季这个 作家灵魂脚本 讲了非常多的这些 知名的作家 有些可能我自己没有看过 他们的作品 但是也是透过周慕之老师 的讲述 我们了解了这个人 而他从一个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些作品跟这个作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疗愈了非常多人 那会发现其实 我觉得啦 我要讲哦 就是说慕之 你那时候在做第一季的时候 你会想到做这一个主题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 你真的看很多书 然后这些作家 有很多都是你 在不同时期 非常喜爱的作家 但是你为什么会想到 因为其实类似像 心理资商 或者是自我疗愈 自我成长的Podcast 其实很多 对 所以你当初其实是 挑到用这样的主题出发哦 为什么 或者是说 真的这些人他 他到底是每一个人 其实 他的 他的 他的人格特质 或者是 成长的过程 其实都可以拿出来 就是做这样的分析 还是说这些人 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嗯 其实 像刚刚童银姐讲说 就是做心理疗愈的 Podcast很多 对 然后对我来说 可能一个也是说觉得 可以做这个 很能讲这个的人 真的很多 就是不差我一个 我是一直这么觉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最大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我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是 去年的第一波 五月那时候疫情 先就是起来嘛 然后那时候就是回来 就是重看这些 日本文学的书 然后就很想要 用不同的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这些文学家 没有像大家觉得 那么难接近 然后有一些文学家 跟大家的既定印象 也有一些差别 我就是很喜欢做这种 就是帮人家洗白 的这种事情 然后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 一开始 是因为太宰志 主要是我那个时候 对他的印象 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因为你很想 帮太宰志洗白 我有感觉到你的 这个很努力 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还没有Podcast之前 他就已经写过 还直播过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 那个都是后来 对 Podcast后来才 才才才出 后来 是因为就是 也是因为 就是那一个直播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刚好跟 就是一个 就是也是在 静好听的 的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说 你的这一个切入 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学咖 他就说 你切入的角度好有趣 因为BG老师说 我其实蛮会担心 因为毕竟我只是喜欢看书 我并不是学文学出身 所以我会担心我讲的东西 并不是很专业 大家不喜欢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专业的人会跟我说 你这样讲的太奇怪之类 就后来发现 他觉得很有趣 这个切入角度很有趣 然后所以就有机会 跟静好听讨论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 其实一开始 我是觉得这个主题太有趣了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去认识一个人 然后再去看他的作品 会很有感觉 但是有趣的东西 变成工作之后 就不有趣了 对就不有趣 我到最后就会逼死自己 因为我太宰志 一开始第一集 我真的只看两本书 我就是只看 就是人间诗格 跟他的另外一本 我很喜欢的书 然后所以我对他的认识 看那些东西 有些都是我 看一些其他杂 杂书啊漫画啊 没有 因为太宰志的那两本书 其实是有点 比如说 是有点类自传半自传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里面虽然不是他 但其实就是他 对 所以还比较容易 从那里面看出来 对就比较有趣 但是我从要做第二集 就是我第一集 跟第二集中间 就决定要做这个东西 我就把他所有的书 都买回来看了 嗯 就是所有 就是所有的书 包括我看过 然后我又去找一堆 日本文献 有讲他的那个传记的 然后从此就开启我的 过度努力 一个地狱 通往地狱之路 因为太宰志还是比较少 对所以那个时候 在第一集做完之后 就是真的有看到 孟资老师很辛苦啦 但是呢 他又非常快的 又开始第二季 对 可是我觉得第二季 更有趣 因为刚刚就像 孟资老师讲的 第一季的 这些作家的灵魂小本 确实有很多可能是 你 可是我觉得你已经 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们说这个东西 可能佛文学咖 就是喜欢太宰志啦 德山佳康啦 张爱玲啊 等等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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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呃 村庄村庄啊 什么这些人的人 你可能 才会对这个主题 刚开始的时候有兴趣 因为你说我根本没看过他的书 我也没有很想要知道他的 他的故事 你可能进步 进不来 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 呃 慕资老师还是 成功的 让非常多 不是文学咖的人 其实来听了这个节目 而且非常喜欢 可是喔第二季他选的主题就 更符合普罗大众的口味 齁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 呃 宫崎骏的经典动画 嗯 神隐少女谁没看过啊 我最近才看了第 第二次欸 我就欸不对不对 我最近才看了 不知道第N次喔 就是前阵子才陪着小孩 又看一次喔 所以你第二季的这个 全新的这个podcast 你你定的主题是什么 呃其实 比较 那时候我一直都很想 那时候其实有好几个主题在选 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讲 动画文本 的这个部分 动漫文本啊 或是奇幻文学 然后神隐少女跟哈利波特 是两个 就是 在我人生困顿的时候 陪伴我 就是度过很多困难的时刻 就是 特别是哈利波特 就是每次我然后人生 遇到比较大挫折的时候 我就会去把哈利波特再看一遍 真的假的 对因为 哈利波特里面 他的人生也是充满了挫折嘛 一开始是挫折 但他有很多会帮助他 帮助他的人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 关于爱 还有关于怀疑 就是他跟邓的不利多 曾经也有一段关系 然后邓不利多就这样子 就是就就过世了 然后他也有很多 没有解开的疑惑 来不及说出口的事 对然后就后来慢慢的在他心中找到了属于他的答案 然后越来越亲民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有时候就会提醒我去 去看到一些就是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迷惘 然后自我怀疑 然后弃弃那些原本可以依靠的人 变得不可依靠 等等的那一个理想化破灭的过程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分享这个书 后来就发现 哇他们在这一季 在这个时间点播真好 因为刚好是寒假 因为我发现有 我有一些听众他们就说 这一次这个 因为其实像之前就像彭文杰讲的 我之前虽然是讲文学 可是因为都是讲心理学 所以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听 对 可是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 因为如果跟小孩一起听 小孩一定会问说 不太适合 对 小孩就说太宅智是谁啊 而且重点是他有很混乱跟很荒唐的过程 谁又跟谁在一起了 谁又跟谁怎样了 这个也是蛮不好 蛮不好解释 对 可是如果是动画的话 因为小孩子都看过 所以当我里面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父母就说 他们是放跟小孩子一起听的 然后就发现 小孩子的反应很好 听得比他还专心 然后我就觉得 这也蛮好的 因为刚好趁这段时间 对 所以你的第二季的全新的内容 周末之毒灵魂脚本 那些人没有说出口的伤 从名字的稍微的改变 他们大概就知道我们不锁定作家而已 所以你第二季全部都讲绘本吗 就是都讲动画跟奇幻文学 所以都是集中在吉普利的动画跟就是哈利波特 吉普利的动画跟哈利波特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喜欢看的 但是神隐少女是第一集 对 神隐少女有三集 三集 对有三集 一二三三集 今天昨天上了第二集 好 所以就是之前呢 有在追老师podcast 那你如果不知道老师有第二季了 你可以现在就是开始 而且是寒假 一样是一周一次 对一周一根 你现在录到第几集了 其实录前面七集了 然后哈利波特 我就说休息一下 想一想 可能可以再丰富一点 这样子 对 非常的期待 所以你们最想听什么呢 你们是想听神隐少女 哈利波特还是吉普利哦 那等一下我们回来会聊更多 尤其是神隐少女 为什么会是你第一个想要来分享的主题 而且你说 你刚刚有讲哈利波特在你困顿的时候 神隐少女呢 神隐少女是我的前一个研究所论文 写神隐少女 对 政大广电所的时候 就是写荣格跟神隐少女 就我那时候不是学这个 然后我写这个 我也觉得我真是很猛 天哪神隐少女可以当作研究所论文 对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听 慕智老师分享休息一下哦 今天礼拜四哦 很开心 在男女与大不同的单元呢 我们能够在今年农历年前的 最后一次的这个单元 请到张慕智老师来跟我们聊聊 他的新作品 这个作品不是书 不过他今年也有新作品 呃 理论上 哈哈哈哈 写得都出来 好再掌声欢迎一下 心心心理智商手创办人 中慕智老师 好 呃刚刚前面有先聊到 慕智老师在他的podcast 第一季呃 是讲作家的灵魂脚本 对 第二季呢 要讲更为呃 能够让普罗大众接受 或者是大家都熟悉的 动画本 动画脚本 或是奇幻文学 从这里面来探讨 那他第一个呃 要聊的就是神隐少女 是 那他说他在 郑大广电所的时候的 论文研究报告 竟然写的就是 神隐少女 对 就 就是毕业论文 哈哈 对 所以你说神隐少女 你那时候写的题目叫什么 呃 名字实在很长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但是呃 大概就是用神隐少女 然后跟荣格心理 就等于是用荣格心理学 然后跟一些日本西化的 日本童话的一些结构 架构 去分析神隐少女 这个部分 欸应该这样讲 因为大家知道 慕斯是念 欸你是念正大广电吗 正大新闻 正大广电所 欸对 你是我学妹 对我是你学妹 我突然忘记这个事情 我是你两个学妹 对你是我两个学妹 我都忘记了 因为他的日后的发展 其实跟广电新闻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确实欸 你在广电所写的这个论文 完全结合了你当时的所学 我相信广电新闻 一开始也是你的兴趣啦 对 对 只是后来发现 你有更擅长 跟更有兴趣的领域去发展 是是 所以呃 你在写这个论文时候 其实你已经把你 另外一个兴趣 融合在里面了 对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荣格在 就是广电所不是显学 显学那个时候都是像拉钢啊 就是精神分析相关的 比较不是荣格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没人可以指导我 所以我大概是乱写一部 哈哈哈哈 好 那你刚刚说 其实神隐少女对你来说是 呃 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在看神隐少女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在看这一部 最感动的是哪一幕 我觉得我最感动的那一幕是 那个 就是千寻 带着 带着那个那两个那两只被变成小小老鼠的 等爸爸妈妈 就是 没有没有就带着那个两只 就他们要去搭火车 他还有那个无脸男 他们要去搭那个电车 海上电车 然后他们坐在电车上 然后那个那个 那个被变成小老鼠的那个少爷 就肥肥的那个 然后他不是在那边看着窗户 那边那边跳一跳去 然后他们就很安静的在搭着电车 然后看到很多人 就是上上下下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那一个感觉会让我想到很多 就是自己在 人生的 就是过程中有一些 遇到的人 跟离开的人 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在 在探寻自我 好像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一个 追寻自我 好像深入 更深的自己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一段 好 既然开启了这个话题 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上YouTube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因为你如果去听周慕之老师在静好听的Podcast 你会听到他的分析 有三集神隐少女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互动 比如说像他刚刚讲的这个 他最感动的一段是在电车上的那一段 我相信那确实是一幕 很多人都很有印象 尤其是神隐少女 其实你如果去搜寻神隐少女 你搜寻出来的图片 那基本上是他的剧照啊 他的主要剧照好像就是那一张 他跟五脸男一起坐着 然后在电车上 就是已经过了那个 很多人上上下下到海那边了 就是进入到海中间的那一段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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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后来 后来宫崎君在一些访问里面也讲说 他觉得高潮就是那一段 对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你如果现在方便的话 你可以上YouTube搜寻飞碟联播网 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同乐会 你会看到我跟周慕之两个美女坐在这里 我自己加一下 跟我们来分享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说 老师的第二季有动画本 跟这个奇幻文学 所以他会写的会是 他会跟大家分享的 从这个地方来说 那些人没有说出口的声 那你在神里寿女里面 其实你以这个为本 你其实要讲的是宫崎君 对不对 那如果是哈利波特 你讲的是里面的人物吗 对我其实里面讲了 讲人物也讲关系 对就是会讲到例如说 关于就是哈利波特跟 他们的摩利多关系 还有他们三个主角 就是哈利波特还有妙力等等 然后当然也有福地摩那些人的分析 对对对 所以后面有哈利波特 然后再来就是吉普利的 吉普利的 他那一部叫什么名字啊 吉普利的 就是吉普利他们 就是一系列的动画 然后我选了几部 所以前面都是吉普利的动画 就是神影少女玩三集 然后再来是霍尔 霍尔的移动城堡 有两集 对然后就是谈 就是终于讲到恋爱了 会讲到恋爱啊 还有就是父母关系 怎么影响我们的恋爱选择等等 然后还有后面就是有 灰要激物语 就是灰要激物语 其实是一部我觉得 这个我没看过 我觉得我非常推荐 如果就是同学 它是动画吗 对如果你叫Netflix 它是 它是那个就是 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导演 我不太确定中文那个字 怎么念是高田薰才是 对她她的那一个 那一个这是她的作品 然后那一个 灰要激物语是她要离开人世 过世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我觉得 非常适合父母带小孩 因为它里面讲的很像是 如果用一个最表浅的一个象征 它里面讲的很像是 这个小孩父母捡到了 然后呢 他想要让他过得更好生活 所以就把他就是 用的就是很豪华 让他穿好衣 然后租好房子 然后可是呢 它一个象征是 那个让他觉得 应该要给他这样子 让小孩子过得更好的生活 然后让他追求更好生活 是上天给了他很多钱 就是他没讲 但是他象征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给他过得 配得上这些钱 跟这些衣服的生活 然后再去 所以他就 就是有点像社会的期待的那种感觉 然后父母就吸收了 然后就去 就带他去 然后带他去之后 孩子却发现他最 最最向往跟最快乐的时光 是他那时候在山林间 跑来跑去 然后感受这个世界 然后去 不是去满足谁的期待 或是去做 然后当然他里面 还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意涵 我在Podcast会说 可是我觉得光那个很 就是很直接表情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 父母跟小孩一起看 其实我觉得很棒 我们在年前安排这一集 主要是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然后过完年 其实还有寒假几天嘛 因为今年的寒假 我印象中放到2月10号 2月11号开学 其实孩子在假面 我觉得看卡通 不是不能看 是要选 比如说宫崎君 你知道我们有买他全套系列的DVD 那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孩子看 那所以呢 其实在带着他们看 陪着他们看这些动画 之后其实可以陪着他们一起来听 周牧之老师的 因为他有说这个亚俗共赏 这个老少嫌疑啊 第二季的这个节目内容 那刚刚我们讲的几部 听众朋友欢迎你上YouTube来跟我们互动 第一个就是 你对哪一个 刚刚我们讲的这几部 哪一部你最有感觉 然后就像刚刚所说的 在神颖少女里面 他最有 牧之老师自己最有感的是 那一个画面 他们坐在电车上 你呢 神颖少女让你最感动的是哪一个部分 是哪一幕 记不记得 那有人说灰药机是用生命做出来的作品 我真的觉得那一部非常值得看 而且看了真的会哭 我记得我那时候哭了好几次 那我应该很适合带着美宝一起看 真的 超适合 我觉得很适合 谢谢你的推荐 我们找到了一部好片可以看 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因为像你写在这边的东西 牧之老师也都看得到 我们也都可以来跟你做讨论 那我们就来讲到 其实神颖少女 你说他的一开场其实就大有玄机 在讲的其实是 我很喜欢我要再次强调 这个之前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说 我觉得听牧之老师的podcast 它是一个非常有知识性的部分 比如说 他在讲每一个作家的这个作品 说他都会针对那个背景 来做一些 跟大家做分享 那尤其你对日本 其实本来就是 本来就有兴趣 就很有兴趣去研究 所以这一部日本的 这个动画声音少女 其实你说他开场就在象征着泡沫经济 之后的日本 对不对 其实他一开始在那个爸爸要就是他们走进那个隧道 然后进去 其实他刚刚那个隧道要进去的时候 他这个东西 他非常像那个日本就是童话的那种 就是我走到一个地方 就是日本童话他们的特色就是他 就是实际的人间跟异界的那个间隔其实没有很清楚 那他就这样走进一个地方 过一个隧道之后就到了异界 然后后来是时间的变化 那个异界就出现了 然后他那一个看到那个拱门 他就说这个应该是泡沫经济下留下来的那种 就是废弃的游乐园 其实台湾以前也有很多 台湾也有一段时间 台湾前烟角木 然后后来很多 你说雅各花园吗 还有物资乐园啊 哦对对对对 很多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还有很多动物会跑来跑去 我忘记是哪里 有好几个 动物会跑来跑去是那个六福村最早的时候 是对 就是那时候还可以开进去 车子开进去 然后它是野生的 然后你的车窗的雨上会被拔掉的吗 对 那个时候 可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 也有其他他们是有什么孔雀啊 会走来走去 没有到六福村这么猛的 对对对对 然后应该就是你说雅各花园 雅各花园啦 对对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只要带我去 就是我只要能够去雅各花园 我就觉得 超棒的 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然后以前台南是物资乐园这样 对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是那时候宫崎俊在这一部的时候 他就有说他是送给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大概2000 忘记是2000还是2002年 总之那个台湾上映的时间跟那个 应该是在日本是2000年 然后就是大概是泡沫经济后 10岁的小孩 所以千询就是设定这个年纪 对 所以他就是说送给在泡沫经济后 10岁的小孩 那那个小孩他对这个小孩的影响 这个泡沫经济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主要是一开始对他爸妈就有影响 就是那个千询的爸妈那时候变成猪 那个在泡沫经济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因为 那时候真的日本 真的日本浅烟角木 就是他们超级有钱 然后就是都钱不知道哪里花 然后就一直一直买东西 所以那时候就是去那种什么 外面的国外的一些免税店啊 就是很像就是饥荒一样 所以他们到后来有些店都还会就是限制说 日本人只能买多少件或是什么 对对对会有一些限制 然后就有点就是会有一点就是说大家看到你 就是就是所谓的爆买在那个时候日本很 就是日本人去人家国家爆买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爸爸他爸爸坐下来 就是说反正我们有钱 然后看到时候他要吃东西 他说到时候店主来 给要多少钱给他去 就是那个我有钱就是大爷的那个味道 在泡沫经济时代的那一群人 是非常明显 可是在泡沫经济后就是一堆人倒嘛 就跟台湾一样台湾前烟角木过后有一段 就是很多爸爸跑路啊干嘛的那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变成这些东西都遗留在他们的身上 可是其实承担那个最多那种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好像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 就在这个十岁的这一群十岁的小孩身上 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跟父母的连结也不高 因为父母也在自己的焦虑跟自己的沮丧当中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么辉煌的年代 就现在下去了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上来 所以我会在我自己的焦虑当中 我在自己的焦虑跟沮丧当中 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孩子们做连结 然后孩子们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再跟其他人连结的时候 他就在自己的状况里面 然后对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也没有对什么东西产生好奇 也没什么感觉 然后又被保护得很好 因为父母可能有留下一些钱 然后我们可以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也不用去努力做些什么 所以他在这一个就是感受的部分上 其实这一个环境跟这一个背景 对于沈影少女这一个故事的理解 其实很重要 所以开讲我们现在讲的部分 还是沈影少女的一开始 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来 但是当然之后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要回来讲的 就是他的内容的部分 其实谈到非常多 我们在看的时候 可能只是单纯看一部动画 可是我真的在看了你的分析之后 我不晓得原来可以拉出这么多东西 大家知道沈影少女可以讲出什么吗 他可以当然千寻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一个英雄的角色 他要去救爸妈 他也救了白龙 他救了他一直在试着照顾所有身边的人 那但是最终他都是为了要带回自己的父母亲 然后回到原本的世界 那这个探索英雄开启他英雄之旅的关键 其实我确实也有感受到就是千寻在这里面 他有一种一夜之间长大的感觉 那说真的其实在看了很多遍之后 会为这个女孩感到很心疼 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小就要承受这么多 对就是这些 但其实确实有好多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也是被迫一夜长大 长大的代价是什么 然后还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面临的孤独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焦虑 都是待会要来探讨的问题 所以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讲 礼拜四 今天男女大不同 我们要来聊的是分离焦虑 分离焦虑 我们常常会在第二 礼拜二的单元 听听我的宝贝里面提到 小孩子的分离焦虑等等 但其实大人也是有分离焦虑的 但是慕姿老师要告诉大家 分离焦虑不是不够坚强 而是人演化正常的心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禁想到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在分离当中 我压抑了我的焦虑 我看起来是很正常 很成熟的状态 其实某种状况 我是不是有一些东西 根本就没有被 被自己理解到 对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分离焦虑 不过最近大家比较焦虑的 可能是团圆焦虑 见面焦虑 分离了反而不焦虑 很想要赶快跟他们分离 最近又快过年了 可能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从 大家都了解的身影少女 大家很多人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看过身影少女 这部动画我们来聊 刚有讲到就是 刚刚我们有朋友在讲 我把这个YouTube上面的朋友 他们说他们对于 身影少女这部片最 最有感的这个部分 来念一下给大家听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难用的滑鼠 来 他们说 有人说最喜欢 无脸男 因为他遇到真心喜爱的人 就会把他所有的东西 都掏出来给他 然后有人说 他最印象最深的是 吃太胖会被杀掉 有人说呢 他最有 有感的是 白龙受伤 千寻踩了黑黑的虫 还有白龙告诉千寻名字 两个人手牵手 那当然就是最后那一幕 就是他终于想起来 他是谁 然后在想和神的丸子 到底有多难吃 那有人说隧道是指 千寻成长的过程 所以他害怕过隧道 等等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确实千寻在 整个身影少女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就是 一夜成长的一个孩子 你怎么来看 因为你说他其实是 一个开启英雄之旅的关键 就是其实看很多故事来说啊 就是如果说一个人要讲这个人的成长故事 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几乎都会让他 就是跟爸爸妈妈 就是脱离关系 不管是爸爸妈妈过世也好 或是跟爸爸妈妈失散也好 或是总之他必须回到一个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在故事里面 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场景 然后千寻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 也是就是就像他说 那个过隧道的时候他很紧张嘛 他会一直抱着妈妈 因为要出现一个就是他不熟悉的东西 对 那其实他在里面一直在跟爸爸妈妈说 他不要我们回去了 我们离开了 店主会骂 他是一直感觉到危险 然后一直想要离开 然后爸爸妈妈就没有嘛 所以他没有吃 然后所以这就代表着 当今天我们 其实我个人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投射 那个投射是什么 当你今天发现你的爸爸妈妈不可靠的时候 然后你要靠自己的时候 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长大 我觉得我们家美宝很像千寻 他常常觉得自己的爸妈不可靠 他常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常常被小孩指责你知道吗 就是青少年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我女儿也在一个 应该是要的 因为已经青少年了 这是很 真的吗 他的自我应该是要建立起来了 已经开始在找寻自我 然后因为如果我一直跟爸妈一样 我是没机会长大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永远都是沉寂于我跟爸妈 我的血肉本来就是从你们身上来的 然后我又什么东西都跟你们一样 那我是谁 我是你们的复制品吗 那不然我是谁 所以我要开始知道辨别 我跟爸妈这个跟我最亲近的人 是不同的 其实是我找寻自我的第一个关键 那我要知道我跟爸妈是不同的 一定是我觉得爸妈不可靠 所以我不想学吗 这样子我觉得好过多了 因为我们常常被小孩指责 你知道吗 觉得爸爸很不可靠的感觉 那个不可靠就是我有一个标准 是我开始知道什么是可靠的 我觉得什么是可靠的 所以爸妈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可靠的 可是可能在我的世界里 这个程度不行 所以有点像是说 我现在必须解决 爸妈他们不会遇到的问题 而那个是属于我自己的问题 对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青少年 他们的社群的方式 跟我们就是人际交往方式 跟我们是差很多的 然后那个东西我们有时候给一些建议 不一定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 这也是一种不可靠的代表嘛 可是这个不可靠是必然要发生的 因为当我们永远都可以成为孩子 最可靠的那一个指引的时候 孩子就没有机会去找他自己的方向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 对可是我们可以成为最可靠的避风港 可是不一定要成为最可靠的指引 欸~~ 我觉得好棒喔 你今天又让我进阶了 因为因为我觉得爸妈很 这个其实是对爸妈来说一个关键点 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说 你这样是不是你这样在质疑我 那你怎么可以质疑我这些事情 或者是这样子我就被否定了 可是你这样讲我非常能接受 我们真的是孩子一个最可靠的避风港 但我不见得要是最可靠的指引 因为每个人发展的方向不一样 其实这就是 太棒了 这就是所谓的我可以 我不一定 有些人就说我希望我的父母理解我 可是我觉得再退一万步 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能够理解你的孩子 可是你要能够尊重他 就是像我自己有个经验 是我跟我妈妈 因为性格差很多 会的东西也差很多 所以我后来在某一个年纪 我妈妈就已经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个 或者是我做这个 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松 可是我后来发现他 他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就他的价值观跟他的 判断尝试判断 他不会去选的事情 他不会去做的事情我会去做 可是只要不具有太大的伤害性 我妈会忍住 我妈会忍住 我妈就说好那你就去试试看 可是你不要半途而非 我只有要求你这个 所以他就是给我最基本的概念 然后他剩下他就忍 他就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他就是那个花都快要冲出来 但他就忍住 那我觉得当然这会让我前面 就是会转啊转啊 花很多时间 可是我觉得对我的自我发展 跟找寻自我的部分 因为每一步都是我自己找自己 我不是靠别人 我是自己找的 所以这一步一步把我建立起来 这个自我反而会变得比较健壮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好那所以其实你也有提到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他在成长的过程 那开始觉得父母不可靠 那个前面的部分 可是后面其实他的剧情的铺陈 有很多东西其实隐喻着 在你来看隐喻着是一个成长的代价 比如说你要离开父母 比如说甚至在过程当中 你可能要杀掉你的父母 当然他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这样子 这个是你觉得就是说 他想要试图 如果说以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我们可以去跟哪些事情来做一个连结 你知道我一直不停的在看那两只猪 你想要我拿过来给你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 摸到那个神隐少女的猪 我就一直想到怎么那么刚好 我们就是那边有两只猪 我们录音师有两只猪 摆在那边 我就一直在看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是千寻的爸妈 你知道吗 怎么这么 对怎么这么巧 我就一直一直被他们那两只猪 给私影过去 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把他拿过来 把来这边更符合今天的主题 好 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过程 成长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会发现很多人 就会说原生家庭影响我们一生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 其实是在我们理解原生家庭 或是过往的经验 得到的创伤之后 我要怎么样去练习跟 我觉得所谓的跟父母和解 不是真的跟实际上的父母和解 而是这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是跟我自己内心的父母 跟我自己身上有的父母的特质和解 因为当我们今天继承父母的一些东西 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以前跟他们一起生活学到的 或是我的个性特质是从他们那边继承来的 我会觉得那个部分跟他们很像 那如果今天他是我很尊敬的人 接受度就不会很低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我很讨厌的人呢 或是我很气的人呢 我就会觉得天哪我身上居然有跟他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会说他小时候看到爸爸在爆炸 就会暴怒 然后他就会告诉自己他绝对不要生气 他不要跟爸爸一样 可是他发现怎么他生气起来 他有了小孩之后他生气起来的样子 跟他爸爸很像 那他就变得极度的厌恶自己 就更想压抑 然后更想压抑 下次的暴怒就会变得更严重 那可是我后来就会提醒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生气起来大家都差不多 因为就是生气 这个是可辨识 全世界的共同的情绪的表现 可是你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表现的这么大 那有可能的确有可能跟你过往的经验有关 就是你已经很习惯这个强度 或是你忍了很久你才会这么大 可是当你可以接受说 其实生气就是会这样 我只是学 我问题不是在于生气的这个情绪不能有 而是我其实可以选择我要怎么表达 这就是我跟我的爸爸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有选择的 我可能从他们身上继承一些东西 可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能力 这个特质放在我身上会怎么被使用 是我的选择 这就是我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跟父母和解的 跟父母的特质跟内心的父母和解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在这个里面看到 因为如果今天在这里面 你要说到焦虑的部分 还有你说到的孤独 就是说你在父母 你要在父母的影响 被父母的影响当中 争托的成长过程 你会有孤独 你会有焦虑 那其实千寻在整个生意上里面 我觉得他是从头焦虑到尾 是 他真的好焦虑 因为他有太多人要照顾了 不只是要把父母救回来 他要 他也希望能够帮助白龙等等的 就是身边他在意的人 他都要去照顾 那你怎么来看 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哪一个部分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那个焦虑的部分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 千寻在后面 他应该是变得比较安稳的 因为我们的焦虑 其实会让我们的注意力 只在我们自己的焦虑上 然后我们可能会做 比较有限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在跟别人连结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不会是对方的需求 我们想到的是 我要怎么拿他来满足我的需求 这就是焦虑的特色 因为那是引起我生存的困扰 所以不是我没同理心 是在那个状态下 我很难有同理心 因为我自己都吃不饱 所以我会拿别人来满足我 可是如果 所以分离焦虑 我会说它是一个演化过程 就是因为 如果今天我跟妈妈分离 重要他人分离 我还不焦虑 我会很容易会死掉 因为可以喂养我的人不存在 所以我应该要焦虑 我才会回去找妈妈 才能增加我生存下来的几率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合理的 可是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当下 我们可能不会很努力的去想着 要为对方做什么 他迁循在那个状况是他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他稳定下来之后 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 然后他越来越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个目标是他要怎么帮助自己跟帮助别人 他的想法是很清楚 这些人可以让他的生命跟生活变得幸福 这是他的想法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在那个时候 他的焦虑是比较低的 对 可是分离焦虑最大的部分跟困难是 有时候我们不能辨识 因为他有时候会化成 比如说你会觉得你特别容易暴躁 你可能会对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产生兴趣 你看会常常做噩梦 然后可能会吃不太的下 有时候像是一些忧郁的症状 有时候他不能分辨 然后你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说 我怎么会到了这个年纪 还会分离焦虑 因为有时候他象征的不一定是爸妈 有时候是可能重要他人 然后比如说有些人会夺命连环抠 这就是一种分离焦虑 或者是我一个人去了异乡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 就是在国外工作的朋友 他们就算工作很顺利 一切都很幸福 可是那种我人在异乡 我会突然 其实我好像有朋友 我在这边工作也表现得很不错 可是那种我是一个人 然后旁边没有人跟我有关系的 那个孤独感是很深的 然后这会引发我们的一些焦虑 因为我们一焦虑 我们就会想去抓一些东西 那可能就会不小心 有些人会掉下瘾里面 就是什么喝酒或是吃东西 或是说想要赶快去交伴侣 赶快去找一个伴侣 我就会不孤单了 可是就很容易会中招 有时候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去选的伴侣 有时候不一定会这么适合自己 然后可能我们就会 或是我可能会变得很容易 跟别人起冲突 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孤独 就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 当我们没有发现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情绪 然后是我们一定会发生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因为太过焦虑 想去消除的做的过多 就是伤害自己的事 其实是欸 你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脑中浮现的是 我听到好多好多朋友的孩子 他们可能在比较 比较小 我说的是以前啊 很久以前那时候 还有小留学生的时候 真的很多像我自己的同班同学 有一些就是国中毕业 甚至国中没读完 读到一半就出国了 那那时候可能父母亲 并不在他们的身边 他们是单独被送出去 其实他们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好多好多 现在看起来 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个焦虑 而这个焦虑其实 确实会影响到他的后来 那最近我也听到了一些朋友 他们的孩子可能是 在高中的时候出去 我觉得好奇怪 你有时候觉得 不过就两三年的事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十五岁十六岁出去 跟你十九岁出去 有很大的差别吗 我觉得差别好大 差很多 差很多 我最近有听到一些 可能是在高一高二送出去 状况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 你只是一开始还不适应 你在一段时间你就OK了 可是他们的反应是 非常的强烈的这种焦虑感 那其实这就是一种焦虑 那这确实是 这确实是完全符合 你刚刚所说的 而你不要说是在这个青少年 大人你到了一个异乡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不见得是适应力强或弱的问题 而是你内心的对于 对于关系连结的一种需求 的强弱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可以继续从分离焦虑 这个部分来聊下去 那当然也要讲到这个农历年 农历年的这个团圆 我刚刚就说 这个现在大家可能是有团圆的焦虑 但这个团圆的焦虑又回到 父母也有分离焦虑 对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挣脱父母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真的很矛盾 并不是不想回去看爸妈 也并不是不想回去跟他们在一起 只是每一次在可能有些 期待的过程当中 又受到了一些冲击 你就又想要跟他们脱离 这种不断的一个循环 矛盾的过程 其实都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继续聊 礼拜四今天的男女大不同 我们来聊聊分离焦虑 不是不够坚强 而是一个人演化正常的心态 在这里跟我们聊天的是 周牧兹老师 那每次跟牧兹老师聊天时间 都过得特别快 刚刚有讲到在最近 可能大家觉得我是要 我有的是团圆焦虑 要返乡团圆了 那有很多人其实是想要挣脱 挣脱 但是父母会有焦虑 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应该怎么去调试啊 其实父母也是一个分离焦虑 就是当孩子离开的时候 而有一些妈妈 特别是有些妈妈 在那个时候被要求你的重心 肯定都要在孩子上 突然孩子就必须离开 你的那个焦虑度一定会很大 所以你很期待他们回来 然后如果他们回来 又不太跟你讲话 你又会很焦虑 然后你想跟他讲话 可是你又不一定 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他们 特别是有些父母他们在面对跟孩子 就是有我不懂的事情的时候 又会引发他们对于自我的形象 就是我认为爸爸妈妈应该要很厉害 什么都懂 结果你们在讲我不懂的东西 就感觉你们是一国的 例如说可能小孩之间在讲 你们是一国的 我自己是一国的 那我就会有那个被抛下的感觉 就会那个被抛弃的感觉 其实会上来 可是他们有时候不晓得那个是什么 他们就会很焦虑的 想要直接切入控制 这也是分离焦虑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很焦虑的时候 我会想去控制别人 所以我想要拿回控制感的方式 就是去评价你 比如说当你在讲什么时候 我就想说 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 那真的很奇怪 就是都很不替人着想 干嘛干嘛干嘛的 就是其实他也没听清楚 然后你就觉得算了 更不想跟你讲 然后你就会越焦虑 你就越想要用这种 评价的控制方式 去控制你的孩子 然后二性循环就会产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很容易出现在 父母跟青少年的相处当中 因为青少年有更多的秘密 那个秘密很强 然后父母很焦虑 然后又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 就是学坏啊 叫到坏朋友啊 然后会很焦虑 所以当孩子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父母有时候就会很快的评价 想要教他嘛 所以评价很快下 评价很快下来之后 孩子就会觉得算你都不懂 我就不跟你讲 然后他越不讲 父母越担心 然后父母有时候就问说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或是在电 他讲一下 然后你说 哈 你们现在怎么都听那个东西 怎么都看这种东西 我又不讲了 就是这个恶性循环 就会一直发生 然后那个父母的焦虑 其实有时候就会越来越高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今天 父母的分离焦虑 要能够变低 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们需要去理解 孩子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可是他们毕竟还是属于自己 他们最后长到大人 他们需要去探索属于他们的自己 世界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处于避风港 而是要处于直升机的状态 我的那个分离焦虑 就会越来越深 嗯 对 那我觉得当然最后 还是要必须跟大家聊到 就是说 因为你 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焦虑的部分 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好觉察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觉察 我们可能有分离的焦虑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排解 这样的焦虑 呃 我先回一个 就是比如说 当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 我发现我是一个 好像只要跟 其实有几个蛮容易 比如说我进入新环境 我会很紧张 嗯 然后呢 我去 我跟我重要的人 离开我身边 我就会想东想西 然后就会很想要 控制啊 打电话啊 或是 就是生气啊 发脾气等等 其实这都是分离焦虑的一种 嗯 那我 遇到自己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先回到自己身上 问自己说 我现在好像有一些情绪 我怎么了 然后先让自己把那些情绪 先就是你可以书写也好 稍微写一下 或是跟自己次问自答也好 问自己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这个人不会回来吗 我担心就是我会突然失去这个人吗 这个就是比较深层的恐惧跟焦虑 这个是比较可能是从童年时期留下来 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焦虑 就是他当他每一次从 比如说以前有隔代教养有些人 就被送到阿公阿嬷那边 然后每次从阿公阿嬷那边离开的时候 是一个痛苦 然后又要从爸爸妈妈这边离开 去阿公阿嬷那边又是个痛苦 所以我感觉到我的意愿没有被尊重 于是我会被这样丢来丢去的那个感觉 会一直留着 然后那个分离焦虑就是被这个感觉被勾起来 所以我要怎么去提醒我自己 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对方他是会回来的 然后我也可以有选择 可是我必须学会 对方有时候会有他的需求 他需要一个人 或是他需要做他的事情 我需要把自己安顿好 然后我并不是没有他 我就活不下去 我其实是可以的 我可以自己一个人 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情 而那不代表我当我自己一个人 做事情的时候就代表我被他抛弃了 这不是这样 我们只是在准备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而已 就是我必须重新的去 有点像是reframe我之前大脑的 对于分离的感受的 这些逻辑跟看法 我必须重新的去定义这些东西 然后提醒自己 然后我的那一个回路 才不会每次都谈到 就是那个最紧张最焦虑的那个状态 他是很需要时间去调整 我觉得很难 很难啊 这是我们心理师的工作 对啊 所以其实哦 我觉得觉察到就不容易了 但是 但是跟 跟排解来比 觉察还是容易一点点 对 因为你可以去 就是从情绪来的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个 那个点 去发现说 我为什么现在情绪这么大 然后回到自己身上 不管是深呼吸 静下来想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在 深哪一个点 气 气势气在哪一个点上 或是 很痛苦 对 觉得很痛苦 是在哪一个点 对 然后是跟现在的状态有关 还是因为勾起以前的恐惧 其实我觉得光这个 觉察 跟自我安抚 其实就会好很多 至少会 帮助你 不会做出 伤害关系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因为过度焦虑 没有办法考虑 就去做控制的事情 做控制的事情 是非常容易伤害关系的 或是我们去指责对方 这是非常容易伤害关系 可是光我可以 觉察 安抚 我就有选择 我觉得就是 帮助自己有选择 不一定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执商 你至少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 好 所以哦 我觉得今天聊的这个东西 因为是 很多人都看过的动画 你在神引少女 这三集里面 有聊宫崎俊吗 这个人 有 有吗 有 有聊到 我也聊到 因为就是 有稍微聊到一些 就是包含他 就是他有父亲 跟母亲的议题 对 对对对 有聊到 因为其实 在 我也看过一些 在讲述宫崎俊的 这些文章 就是去分析 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这些作品 那每一个作品 可能又跟他的 自己的人生经历 哪一个地方是有会串 其实我觉得是 非常有意思的 那所以 很期待 老师 中文字老师的 podcast 静好听的 这个podcast节目 周木兹 读灵魂脚本 那些人没有说出口的伤 也就是第二季 作家 改成了 更让大家可以亚俗共赏 然后这个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一起来收听的这个主题 应该是说也让大家都更有兴趣 小朋友也更有兴趣的主题是从动画 然后从这些奇幻的文学类似像哈利波特 讲到这个哈利波特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本一本追 对啊 他总共七本对不对 应该其实不止 因为他一二三四是单本嘛 然后五是两本 对啊 然后那个六是一本 可是七又有两本 哦所以反正我基本上我有全套 对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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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然后被我妈丢了 这真的是我人生 我心中非常大的痛 最近有出那个就是 可是你知道我当初花了多少钱买那个书吗 对啊 那真的很伤心耶 对啊 我妈就很爱丢我们的书 我爸爸的书被我妈大概丢了十分之九吧 人生好艰难 家里面有一个呢 讨厌任何多出来的东西 他就会说这个东西你还有看吗 这东西你还有用吗 没有看没有用 他就不值得存在 他就要丢掉 那当然因为家里面真的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嘛 那所以呢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怎么还会去看小孩子看的东西呢 那个是你小时候看的 哎呦我看几百遍 哎呀我跟你讲 我那一套哈利波特被丢掉回家的时候 我整个眼泪 我整个就就觉得天哪发生什么事了 还有那个金田金田一全 然后现在没法想看 我又要重新买一次 哦那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痛 很很期待老师的这个节目哦 每个礼拜几上线 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 所以过年期间也不会停吗 对对因为已经录好 那大家期待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下一次木资老师来就是过年后了 先祝大家 恭喜发财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下次见 嗯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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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